元气骑士新版本都出来了这么久 小伙伴们获得了气宗这个角色吗 如果还没有获得啊 那就和一生一起来看看吧 因粉丝的要求 一生做一期超级超级快的教程 武器就带了雪人之鹰和现弹枪三代 商人这里有500的角色试完券 随手就买了 然后找到古代传送门 花费500蓝币就可以出发了 如果小伙伴以前没有玩过 没有存档 就要做完钳制剧情才能出发 完成钳制后 从这里出发 打败前面五个房间的小怪 就可以直接找到气宗所在的房间 然后击败它就可以 是不是非常简单方便 只要技术够高 几分钟内就能获得气宗 但是一生比较菜 单打独斗 肯定是打不赢BOSS气宗 那就先回大本营清理小怪 先升级等级和技能 还可以随便回复血量 一次打不赢 还可以打二次三次四次 和一生一样的手残玩家 也不用害怕打不赢气宗 清理完小怪 血量和护盾也满了 又可以去消耗BOSS气宗的血量 如果意外被气宗击杀也没有关系 在这里有很多次复活机会 状态不好就开溜 传送回去升级技能和回复血量 然后再来挑战 因为一生只想获得气宗 很多东西就没有操作 毕竟一生的战场是试炼模式 然后一不小心目入其他地图 赶快开溜 一生只是来拿气宗的 不过角色怎么变成白色的了 是BOSS吗 技术强的小伙伴第一轮 就拿到了气宗 技术弱的一生还在抵御小怪 试图升级等级和技能 太卑微了 在这里还可以拿一个成就 BOSS攻击阵地 然后只需要随便乱开几枪 就可以获得人形自苗外挂这个成就 然后就去彻底解决掉气宗吧 无论是以命换命 还是敌进委会 优势必定在一生这里 击败气宗后就解锁气宗了 小伙伴学会了吗 在刚刚担心 CE 就是宽伴教组 在不词会订阅自己的 半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